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示範什麼課程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台籍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像是那個F99一些汽車蠟相關用品的代理商 他寄了這個彈型拋光鍍膜劑 要給白同學試用 白同學到現在DIY 我講真的我也沒有試用過什麼鍍膜的東西 這個我在看好像很像那個簡易型的水鍍膜 我想說剛好就拍這個DIY影片分享給同學 廢話不多說 一起上課去囉 來 讓同學看一下特寫 就是長得很可愛很像乳液 彈型拋光鍍膜劑 然後他的使用說明就是大概這些 他也是先把表面清乾淨然後就直接噴上去把它擦乾 看得真簡單 來 我開箱給同學看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怎麼這麼讚呢 他這個布好像就是 你弄完的時候就要擦拭 我給他看這個就像那些磨布一樣 自己說白色就看得比較純潔 然後這裡把它 保險的東西把它拿開 應該就可以噴了 我看他這個可以用多少 我看他這個中型車客也用到六台份 然後他的外型就像這樣 我看得很可愛 對啦 F99 這家的那個東西 我以前剛開始開車就有在用了 沒想到今天會用到他的試用品 好 開始 同學 同學要使用彈型拋光鍍膜劑之前 有一個動作非常重要 本學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看他上面的說明書是寫說 他可以 玻璃是可以鍍膜 然後板筋烤器的地方也是可以 包括這個 車燈車殼的部分 電鍍四條 大概就這些 然後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開始鍍膜之前 一定要把表面上把它清得很乾淨 我是看他說明書上面是寫說 用洗車精下去洗 但是白龍學 因為這台車大概 快三四個月 連洗車都沒有洗了 剛好來拍這個影片 分享給同學 我會習慣先用那個磁土 每個人的一些粉塵 一些沙力把它清掉 這樣鍍上去的時候 應該是會很滑順 因為那個產品我也沒有用過 要順便來實驗一下 好 開始 然後磁土的話就是 大概怎麼操作 順便分享給同學 記得齁 你如果在操作的時候 磁土的倒到地上 你就不能用了 因為那個沙子會黏在上面 好 開始 就這樣子 來 你這個特寫的齁 它上面齁 有一些 不用說有一些粉塵 有一些外來的那個髒物 你就這樣把它弄掉 我今天把你噴掉 好來 鏡頭再拉高一下 弄到什麼程度算好呢 你就是在動的時候 你覺得摸起來很滑順 有沒有 那管頂就是 代表它上面一些 雜質都已經沒有了 來 然後玻璃的話 以此類推 這個也是一樣 我大概看一下齁 它這個 鍍膜的話 它算是簡易型的 你不用說 不用說 就在管頂完全的蠟 都把它去除 再拆下去 我是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比較簡易型 應該蠻方便的 因為 白龍雪齁 就剛才做實驗 剛好這個 F99的公司 看到我這個明珠 你真討厭 對 因為白龍雪在拍DIY 都是實力派實戰 白龍雪做個清潔動作 給同學看一下 然後這個 車燈殼的部分 也是可以這樣把它清一清 全部都把它清潔完畢之後 我們把它擦乾 就可以開始噴上去了 然後磁土都弄好之後 我們就是把它擦乾 好 白龍雪 開始要 第一次要用這種 簡易型的鍍膜劑 應該是還蠻好玩的 擦乾淨 我這次要示範的就是 那個是什麼 旁邊的 擋風玻璃 還有那個 後面的 車廂蓋 還有這兩邊的燈殼 它上面是寫說 可以濕上濕下 但是我個人是比較 不喜歡用濕下 因為 濕上來說 有沒有 我感覺 它會把那個水分含在裡面 因為有些蠟 它還是標版可以濕上濕下 還是白龍雪 比較容易 切到它 用那個標準的干測方法下去散 好 準備了 來 擦拭乾淨之後 先檢視一下 這樣看起來就很坑 但是 有時候像這個 鳥大便 那個就是 風吹雨打 就是 找你那個車的岔面 你知道嗎 這個也有處理方式 白龍雪後來就來分享 然後我們就是 直接這樣是把它睹上去吧 來緊張的時候到了 它這個 應該是直接 喔對 這樣啦 然後它用這個 它那個布準備一下 它上面是寫說 你不能當它完全乾 那你就要開始擦了 來 開始 啊 局部喔 因為它這個 竿好像還蠻快的 喔 我們那個 擋風玻璃這邊先 攝影師你就 捕捉一下了 好 來 這樣還要神奇 就慢慢擦 慢慢擦 就好像在擦車子把它擦乾 好 快 我還要去到我的嘴巴 才好帥喔 唉唷 唉唷 好像 開始要 那個了喔 你比較對這裡 放就好了 那不漂亮 這個乾還蠻快的 拆一拆它就不見了 不錯喔 說一次 架竹竹竹 然後這個架竹竹 弄好之後 就是上面它有那個 白白的霧狀的東西 都把它擦乾淨 我覺得這樣就完成了 來 換這塊 來 攝影師特寫就麻煩你了 那個鳥道變那個痕跡 我看能不能蓋過去 我順便 實驗一下 好 來 開始 哇 真的沒所謂遮實境秀 下面拿口再另外噴 要不然怕那個來不及 這個乾的速度還蠻快的 來 特寫 來給我 它就是 會像這個 好像有那種 霧狀的東西 你把它擦乾 這樣擦擦就好了 等一下換那個 燈殼 你看這邊 剛才拍到像白霧白霧 這個要把它擦掉 擦掉 好 先來檢視一下 唉唷 會滑溜喔 來 換燈殼的部分 然後換那個燈殼 還要後面這裡 再順便噴一下 好 開始來擦 用另外一邊好了 齁 齁 怕這種白霧 真的要搞擦 齁 這邊擦一擦 這邊有空調也先擦好了 就好像在推什麼 那個 蠟一樣 但是它就是輕輕擦 會越擦上面的水就會越少 它好像不會滲透的感覺 差不多了齁 差不多了齁 你就是給它館上看的那種 好像不像 我們打蠟那個蠟影把它弄不見 這樣就大概完成了 欸 蠻滑順的齁 齁 離這裡 剛好有些水 我們也是 測試一下 它的私上私下 來 來 我們大概 讓它等個十分鐘 讓它初步 我覺得讓它 看凝固 那是白總學在想的 讓它看凝固 讓它來測試一下潑水 的同學看 齁 來 我們要開始來測試潑水 大概經過了十分鐘 快防潑水 欸 不錯喔 來喔 來喔 不在那一二三阿 一般來講的話 一般啊 你如果打蠟完之後 你 大部分都有基本的潑水能力 啊 因為這個水鍍膜 這個我第一次用過 有喔 什麼 彈性 拋光鍍膜劑 順便測試給同學看 表面的滑順度 我是覺得 因為 我這台車完全都沒有打過蠟 差不多放了兩三個月 然後 上面的話 那個鳥大便的一些斑 它沒有辦法蓋掉 喔 那是白總學說我分享的 因為鳥大便的部分 一般你如果說 再做那個汽車美容 我們之前要去旁邊做 它上面會另外 幫你去除 好像是蒜點的 喔 不錯 來 我們用那個水霧 來 正同意我來喔 漂亮喔 來噴到鍋頭喔 有人測試是這樣子 我測給你看 來 這種防潑水的測試方式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式 因為白總學在測試都很敢用這個水霧 來 來算一下防潑水 一般人家測試防潑水 就是用這樣子拖 這樣看的視覺上比較爽 白總學們來學習一下 好了 把它擦乾淨 來 測試完 潑水之後 同學看一個特寫 我講的就是這個 這個 小腦大便的疤 這個要另外去把它清除 這個以後 再分享給同學 來做個總結 同學 那白總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蛋型拋光鍍膜機 這個操作使用方式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結果就趕快來總結 我是覺得說 它這種東西在弄的時候 在私上私下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你也不用去出來 因為我今天 示範的是那個 乾上的方式 因為私上私下 我本身就不喜歡操作 因為我很怕說 裡面不知道乾水 一般 有些打蠟 它也是標榜私上私下 但是兩種工法 它如果標榜可以用的話 同學都可以試試看看 至於打起來的光澤 你們看得到 我是覺得跟打蠟比起來 大概五五波 你也沒辦法覺得 用這個到底是比較金 還是打蠟比較金 這個就見仁見智 當然啦 市面上 產品靈欄滿目 你就是選擇你們覺得自己 喜歡用的東西 去試看看 白總學今天剛好就是這個 台籍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這款 怕我試用 我試用 開箱分享同學看 記得 節目最後 記得訂閱白總學 訂閱白總學 拜拜